姑苏有双臂,不仅天资聪颖修为了得,还皆长有一副好相貌。 双臂之一的年长者蓝熙晨为人处世豁达,才二十岁便处理宗务游刃有余,乃为姑苏蓝氏选定的下一任宗主继承人,而双臂之一的年幼者蓝旺姬则逢乱必出,经常帮人除岁不求回报,才十七的年纪便被世人尊称为寒光君,前途一片光明。 这被修仙界人人称赞的二人,成为修仙界重代驾者梦寐以求的成婚对象,只是可惜,外界有传言,姑苏蓝氏蓝二公子早有未婚夫,且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稀有昆泽金家小公子,所以旁人怕是无缘嫁与他了。 于是相比较于几乎确定了的蓝旺姬,重代驾者便把目光更多地放在蓝西辰身上,企图能忽然走个大运了院驾驭了他。 然而,他们这样一份心思还没留存多久,便有传言说道蓝氏上一任长法者蓝启仁,外出带回去了一名十五六岁的男昆泽,并且打算把他许配给自己侄子,这可打碎了一地方心。 蓝湛,你刚才怎么使剑招来着?你动作慢些,我看不清也记不清。 魏无羡双眸亮晶晶地期盼着蓝旺姬再在他面前比划一次,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招式,这可是以前他在仙侠电视剧里看不到的呀。 如今不仅让他见着了,还能有机会学成,他怎么不激动? 嗯。蓝旺姬面对魏无羡的请求,内心其实是想拒绝的,他刚刚比划的剑招乃蓝师入门的基础剑招,他没想到魏无羡竟然这么没见过世面,就这么简单的一招就能让他喜悦至此,可是因为蓝启仁嘱咐他要他好好照顾魏无羡,所以他只能答应魏无羡了。 魏无羡丝毫没有察觉到蓝旺姬的拒绝之意,他兴奋地看着蓝旺姬行云流水的动作,心里不禁称赞道,真不愧是男主。 一招又使臂,魏无羡算是记下了招式,他眼见着正午太阳高挂,作为感谢,邀请蓝旺姬道,蓝湛,要不要去踩一阵下馆子啊? 我请你。蓝旺姬一丑人鹅脚边的湿发,冷声道,记之热,何必下山下馆子? 魏无羡却撅嘴,还不是你们家的饭菜太难吃了。 他话音刚落,远处走来一高一低的二人,其中那名个子矮的人瞧见蓝旺姬后,展露笑颜换道,二哥哥。 带二人走近,那人继续道,二哥哥,可吃了五食?一起吃否? 不了。蓝旺姬声音依旧冰冷。 旺姬,光瑶特意前来寻你,你既还喂吃,何不同他一起? 金光瑶旁边的蓝溪臣长深立于树荫下,嘴角琴着笑意,他不带蓝旺姬拒绝,看向魏无羡的方向变道,无羡,可是又要下馆子了。 不如一起。 好啊好啊。 魏无羡深怕蓝溪臣说出建议,他跟蓝旺姬他们一起去啃树皮的话来,于是连忙答应了。 带德二人的身影走远,蓝旺姬收回了注视他们离去的目光。 他没有理会金光瑶共邀五时的建议,已有事要忙为借口,向他告了别。 时光飞逝,眨眼间魏无羡来到云深不知处已有三年, 而在这三年间,他学习了不少这个世界的东西,修为从物到有,金丹也已结成。 哈哈哈哈,深山小溪里,两名少年在尽情嬉戏,清凉的溪水打在被酷鼠包围的二人身上, 为二人带去不少鼠疫。 魏兄,今日是世家子弟前来听学的日子,咱们在这儿玩怕事不好吧。 聂怀桑泼了魏无羡一身水后,道,听学日。 魏无羡捉鱼的动作忽然一顿,他侧过身子,一看山门口的方向, 阳光为他的侧脸打上一层光运。 那,那云梦江市的人也会来听学吗? 你刚闭关巩固金丹出来,不知道我能理解。 我跟你说啊,这次不仅云梦江市的人会来,而且仙门第一才女江雁离也会来。 文言,魏无羡好像没有太大的意外,不过他还是问聂怀桑道, 聂兄,江雁离好像已经过了蓝室听学的吧? 怎么他今年还要来? 说到这个,聂怀桑聊八卦的心思升起,据我所知,江雁离是陪他的弟弟姜婉淫而来。 哦,魏无羡似是一副不解状,他继续问道,江家大公子江婉淫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需要他的姐姐陪他来上学? 因为江婉淫自小就年他的姐姐啊,那年胡进, 泽泽,我跟你说啊,魏英。 不带聂怀桑把话说完,蓝忘机忽然出现在他们二人面前。 叔父要你前去找他,蓝忘机面无表情。 于是魏无羡只好暂时告别他那个出了三年的同为昆泽好友, 顺路跟着蓝忘机经过听学弟子们扎成堆的山间小道上。 果不其然,该碰见的人还是会碰见。 你们好。 魏无羡向云梦江市一众子弟回礼, 又朝那个罪魁祸首金光瑶点头表示礼仪。 原来您便是大名鼎鼎的韩光君。 江艳离一脸含羞地偷望蓝忘机。 然而蓝忘机还不曾回话, 金光瑶便跑出来表示占有权, 江姑娘, 据我所知, 您比二哥哥大了一岁吧? 您怎么能朝二哥哥用您字呢? 闻言, 江艳离的脸色一白, 他双眼含着泪光, 无措地望向蓝忘机。 小矮子, 你什么意思? 蓝忘机看起来那么老成, 我阿姐愿意称他一声, 您那是给了他大面子了。 江城目光凶狠。 你, 二哥哥。 金光瑶四是被江城骂狠了, 他一下子委屈了脸, 希望蓝忘机能够维护他一二。 熟料, 蓝忘机只是冷冷撇向众人, 而后看向魏无羡, 道, 走吧。 魏无羡一脸愣然, 虽然他知道事情的发展会是这个样子的, 但他没有想到竟然会结束得这么快。 无聊的课堂上, 台上蓝起人的说书声催得魏无羡愈发昏昏沉沉, 他努力睁着眼睛, 最终实在无法只好在课堂上捣乱起来, 于是, 团团纸团在蓝起人看不到的地方飞舞。 又是收到一个纸团, 魏无羡正要把他摊开来, 谁知一人的告发声, 把他吓得把手缩了回去。 先生, 魏无羡与聂怀桑在刻上传纸条。 江城一脸得逞, 谁叫魏无羡先前画了江艳离与蓝忘机的大话。 文言, 蓝起人眉头一皱, 他往下看了一脸无所畏惧的魏无羡和神色莫名的聂怀桑, 摸了摸自己的山羊湖, 出口, 你们二人下课来找我一趟。 魏无羡听到蓝起人这么一说, 当即放下心来, 他就知道蓝起人对他很好, 每次他在众人面前犯了错而蓝起人无法包庇他之时, 他都会说出事后惩罚这种话来, 然而事后到底有没有罚他, 那就只有他和蓝起人知道了。 课堂恢复了秩序, 朗朗读书生又在蓝室内回荡, 不一会儿, 学子们便听得昏昏欲睡。 聂怀桑 蓝起人放下了书本, 忽然点了聂怀桑的名。 众学子当下一惊, 他们听见蓝起人点问聂怀桑, 我问你, 人界为何昆泽稀少? 回先生, 因为先前前员们狂妄, 到处抢夺昆泽又虐待昆泽的缘故, 聂怀桑表现得窃窃懦懦。 不错, 你坐下。 在聂怀桑坐下之后, 蓝起人的眼睛一一扫过重穴子, 吓得他们大都把头压得滴滴的, 生怕下一个被提问的是自己。 江婉吟, 蓝起人装作随意点道, 我问你, 今有一昆泽, 生性善良乐于助人, 生前却被一前员糟蹋致死, 曝尸荒野, 怨气欲解, 作祟杀了那前员, 却没有再加害他人。 何如, 自然是把他灭绝了, 你没有要补充的了吗? 没有。 江城自以为他这个回答一点问题都没有。 平常邪碎都以杜化为一, 镇压为二, 灭绝才最后, 先不说那名昆泽死的冤枉, 也没有伤害无辜, 你上来就要把他灭绝, 真是有为修士之风, 你们云梦将士将来交到你手中, 游侠之风威矣。 蓝起人这话说得江城一脸阴霾, 他暗自攥紧了拳头, 坐下后, 也无心听蓝起人讲到的蓝氏先祖的痴情浪漫之事。 下了雪, 众人还在讨论蓝氏先祖蓝安, 不过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忠心便歪到了道旅上, 开始交流起他们心中理想的仙旅, 品评起如今闻名的各家前员昆泽们。 这时, 有人问道, 燕梨姐, 你看哪位前员最优? 江燕梨没有想到, 他会被人这么疑问, 他正不知该怎么回答时, 眼睛忽而看到门外正走进来的蓝望鸡, 当下便羞红了脸。 众人见他这反应, 有些了然的目光, 在他与蓝望鸡、金光瑶三人之间来回瞥。 还有人觉得热闹不够, 前去问金光瑶,光瑶弟弟, 你看哪位前员最优? 被问到的金光瑶收回看向走到讲台上的蓝望鸡的目光, 只是挑了挑眉, 而后一脸优贵状, 也不见作答, 倒是他旁边的小厮说道, 我家公子自幼便与韩光君定下了婚约, 要说哪位前员最优, 那自然是韩光君了。 这话一出, 讲台上抱上一打笔记的蓝望鸡一顿, 他余光不受控制地朝魏无限瞥了一眼, 右台眸一看金光瑶, 并没有反驳什么便走出了蓝室。 见此,金光瑶脸上浮现出笑意, 他顾不上去看江彦离的白脸, 满面春风地要追上蓝望鸡。 这个小矮子, 江城见不得江彦离难过, 他目光仿佛能杀人般的暗会 瞪向金光瑶的背影, 却尽数被一旁旁观的魏无限 与聂怀桑收在眼里。 走在临音小道上, 聂怀桑憋不住问魏无限, 魏兄,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肯定就选西辰哥哥了, 蓝启人也真是的, 蓝望鸡都确定有婚约了, 还问你要选他们二人之中的谁。 魏无限耸耸肩, 他也觉得蓝启人对他问了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不过啊, 若是蓝望鸡没有婚约, 我也觉得选西辰哥哥好。 聂怀桑继续道, 为何? 你瞧啊, 蓝望鸡身边有两朵桃花, 而西辰哥哥身边一朵都没瞧见, 那当然是西辰哥哥好啊。 而且, 西辰哥哥将来是蓝氏宗主, 你嫁给他便是宗主夫人, 到时没人会敢欺负你的。 就算有不识眼的人欺负你, 一西辰哥哥照顾你时的模样, 定会为你出气的, 不像蓝望鸡, 冷冰冰一个人, 而且还眼瞎。 我为什么会被人欺负? 魏无限四是被聂怀桑说到不能回忆的点, 大言有些消沉无力。 聂怀桑一展善, 他道, 人生在世总有被欺负的时候啊, 就算是强者, 也总有小蝼蚁不惧死亡蹦跋到跟前啊。 你说得对。 魏无限恢复成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 他搂住聂怀桑的肩膀, 笑得灿烂。 其实你不分析, 我也觉得蓝幻好, 我才不喜欢冰块。 而且, 当初我刚来蓝氏的时候, 蓝望鸡嫌弃我得狠, 叔父叫他教我修炼他一脸的不耐烦, 还有前段时间, 我结单成功想学御剑, 要他带我飞一下, 他已不与旁人接触唯由拒绝了我。 哼, 我可是听说过当初他剑上带过金光瑶的, 所以后面我不跟他学了。 聂怀桑也听得一脸对蓝望鸡不屑, 他问, 那最后是谁教的你御剑飞行? 是蓝坏啊, 他带我在空中飞了好久呢。 说起这个, 魏无羡就一脸兴奋, 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物理学范畴外的飞行, 而且是整个人暴露在空中的那种, 那感觉当真刺激。 居然是西辰哥哥, 他不是要忙着学习如何当好一名宗主吗? 是的呀, 本来当初我也只是随意去问问他而已, 没想到他想也没想便答应了。 后来我瞧见他害时后还在点灯夜读, 心中还愧疚了好久。 如此说来, 西辰哥哥当真是良配。 聂怀桑时而煽动几下山水化扇, 他一开看向魏无羡的目光, 眼神变得悠远。 бо鄭